今天有帶那個照片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就是看一個 還可以啊 可是呢 進去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走廊 因為我訂的時候呢 他就是說 我幫你安排在別館 大家注意到喔 別館 日本有很多飯店是 這個飯店的別館 就是進門的時候 但我基本禮貌都有做到 比如說敲門啊 打擾囉 然後我就進門就說 那房間好舊喔 我就只講這樣 對 我就講這句話 結果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朋友就問我說 你昨天睡得好嗎 我就說還可以吧 還好啦 對啊 然後他就說 你昨天好像一直在做噁夢 我說是喔 我說什麼 他說等一下我出去再跟你講 後來Check out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知道嗎 你昨天晚上半夜的時候 我一直被你的夢 就講那個夢的話吵醒 然後我睜開眼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阿伯 坐在你的床頭 掐著你的脖子 這樣子壓著你 糟了 就是跟你說 我現在腳都起雞皮疙瘩 他就說 你為什麼一直在嫌棄我的房間 對 但也認識新鮮事 幫你解決所有事 歡迎收看 笑容 笑容 董事長 歡迎我這邊的來賓 歡迎張昕妍 關韶文 以及張宇 小優 旅遊達人艾瑞克 一起來聊旅遊的驚魂記 我們今天要講旅遊 假如旅遊 你是不是剛回來 對 我剛回來 你去日本剛回來 有遇到什麼驚險的事情嗎 好像都還滿平衡 但是我有遇到在那個新齋橋 晚上的時候 有人掉到那個河裡面 哪有平衡啊 沒有 因為我不是我驚險 是別人驚險 有啊 妳不是有吃壞肚子嗎 妳河牛吃太多了 對 然後一直 一直拉肚子 然後來不明是廁所還拉到褲子上 他一直在探頭了 你知道嗎 別人都在探頭 妳說妳的便便一直在探頭 然後說真的可以 我快連人不觸了這樣 對 我覺得出去玩啊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如果遇到一些 危急生命 或是有一點不安全 你覺得 怎麼這麼掃興 對 然後有一些是天災 有一些是人禍 所以大家有遇過什麼樣的事情呢 我們先從人禍開始 是的 好的 登登 這樣叫賣口號 我覺得有危急生命的感覺 那時候我們剛好大學生 然後我是跟夏和熙 然後還有張艾亞 茵茵一群融去 泰國玩 想說好開心喔 然後每個人都穿得好漂亮 然後就到了一家那個人妖店 然後我們才剛進去 想說要找位子什麼的 我跟你講就很像那個電影裡面 就突然有一群人這樣子 就這樣衝怎麼走過來 OK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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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嚇傻想說 是怎麼沒位子嗎 也不用這麼兇吧 對啊 然後我示範一下 然後那個你們是我們 譬如說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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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我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 然後慢慢來 拉一揚 拉一揚 然後開始推 還推人呢 沒有 他說 你站在那邊 真的 我們都想說太不友善 然後真的這樣子推 這麼恐怖 什麼意思啊 然後當下就想說 太不友善這間店是什麼意思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同行的那個友人 有一個有一點懂泰文 然後他就過來說 走了 走了 要被打 為什麼 對 因為他們覺得你們是要搶生意的 他就覺得你會搶他 是不是覺得我們都是人藥 對 對 我們是上街的 我們是上街的 你們是上街的 別講你還要搶生意的 但是我們生意名就是 不要這樣子啦 NO... 他們就這樣子 拉拉拉拉 然後我們好兇耶 表示他們長得很漂亮 對啦 很漂亮 因為太漂亮了 然後居然被當地人覺得 我們是人要來搶生意的 不是 你越講越誇張 說太漂亮了 你還是被同樂 講得自己變很漂亮 因為這個故事 得到的一個心安慰就是 因為太漂亮 對 這故事我其實心有氣氣 因為 你也 你也要去面前 等一下 你剛剛也是沒跑了吧 我絕對不會說我長得太漂亮 但是我只能說我長得可能還不錯 你知道在曼谷有個地方就是Nana 我有一次在Nana巷子的時候 我就遠遠看到一個 跟小優一樣這麼拉 然後這麼漂亮 那女生 你不要亂在你三圈啦 我跟你講 她真的這樣叼著眼 然後真的穿一個紅色暴如短裙 我印象很深 她就這樣圓圓就盯著我這樣子看 我就背個標榜走過去 我跟你講我沒有誇張 我走到她旁邊的時候 她就突然 然後我嚇到 我就 我就這樣子 我就本能反應就這樣 然後她就這樣 怎麼可能 我感覺很漂亮耶 自己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最不舒服的旅行是在義大利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最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在米蘭大教堂的前面 你那這樣很貼耶 很漂亮 而且大家都一定會去 但是 文藝之都耶 沒錯 但是你知道那個米蘭大教堂前面 有很多人在兜售一些紀念品 對 手環 那個手環 她就這樣子一直想要丟給我 我就不要 然後我一抽我手 她這樣一丟 我就掉到地上 完了 完蛋了 完了 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 真的沒完沒了 然後就開始指著我罵 就好像說你為什麼把我的東西 丟在地上 你為什麼把我的幸運之物 踩在地上的感覺 你死定了 那我一開始想說 好 那我稍微跟她解釋一下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結果不行喔 我跟你講 你千萬不要跟他們糾纏 你就走就對了 因為你開始跟她糾纏之後 旁邊 互捧一半 兩個 三個 四個 開始圍過來 完了 這個非常非常的危險 因為你知道她圍過來 你不知道她要幹嘛嘛 然後當時我就馬上跑 我就開始叫說 拜託 這樣我超大聲 他們拉我 還拉我的衣服 我就趕快甩開 不要管他們 不要跟他們糾纏 因為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而且常常 我們會覺得 她是不是看我漂亮 幹嘛一直看我 沒有 她是釘尚尼 對 所以她是釘尚尼 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 小優遇到人妖還是人 我遇到的是 真的妖喔 真的妖嗎 真的妖 好亂 我們全家人 我們去露營 然後是在北部啦 每個都是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 全區都是我們的 那邊有西邊可以玩 然後又有溜滑 其實整個造景都很棒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喔 之後晚上八點多 九點 我女人跑回來這樣跟我講說 媽媽 那個誰 誰 誰 就是她在講我們隔壁棚的一個朋友 假設小B好了 一個小男生 在跟她聊天的時候 他們在 媽媽 那個誰跟我講說 裡面很多人在那邊游泳耶 你們在那邊游 怎麼可能 不可能啦 然後我就走過去看一下 空的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之後 我就覺得 OK 好 沒事了 結果反正晚上要睡覺了 聽到隔壁 帳房大叫 然後突然我想說 發生什麼事 我過去 就是那個小B的家長 然後我就這樣說 怎麼了 怎麼了 然後他又跟我講說 我兒子跟我說 他剛 在屋頂上看到一個阿伯跟他打招呼 然後我就 什麼東西啊 我基底哥大家都起來了 對啊 因為你知道小孩子 他們說還沒有關那個 對 所以有時候會看得到一些東西 結果你知道 因為我們不想驚動 其他帳篷的人 然後我們就直接 連夜 開車回台北了 這樣就在那邊 那帳篷怎麼辦 我隔一天早上 這個真的會睡不著 小孩不敢錄影 我覺得 除了小孩出去 遇到鬼很可怕 想不到跟男朋友出去 也要遇到 蛤 我是去韓國 然後我真的建議大家 那個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住到邊間 我跟你講一住呢 本來想說跟男朋友 那個開開心去個韓國嘛 然後晚上睡覺這樣子 然後在睡的時候呢 因為我這個就是 很喜歡把被子蓋到這邊 這樣子蓋的人 然後那天很奇怪 我被子一直扯 一直扯 然後又開始想說 男朋友拉著 搶那邊 對 暗示 討厭又來了啦 就是今天的 對 就是今天的 我想說 剛剛那個 假裝那個很累 結果你根本就是想要 然後最後就被子一直扯 然後你知道就想要跟男朋友 這樣再包扯過來的時候 我就要扯來的時候 整條被子掉到我男朋友那一側 然後我想說 到底在幹嘛 我一轉過來 我男友睡死 那天整你大呼的那種喔 當下就想說 搞不好他在跟我玩 對 二做劇 因為我那男朋友又有起床戲 我當下先原諒他 我不想吵他這樣子 然後我說 好 那就把被子剪起來 然後繼續睡 然後接著我跟你講 床 床開始晃了 你男朋友真的晃 對 對 故意的吧 好鬧 發招很多 然後那個晃一開始就是很像 你隔壁有人抓癢的那種晃 就那種只是一點迴迴晃 我想說 又來到底在幹嘛 然後待會我就想說不想理他 想說 好要求 就床越晃越大晃到 我整個人已經這樣 你們是電動床啊 不是 你覺得 去的飯店是 你是不是有點奇怪 不是 他就想碰妳 他自己來啊 不是 他就 你怎麼想要醒來 我自己來就 你一直誤解了 我跟你講 他當下 晃到我整個人已經是這樣子 就要醒來了 然後就真的床超小 晃到我就大叫 然後他醒來我說 幹嘛 你在大半夜 那時候真的已經四五點了 他說 他說你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真的就大哭 或者剛剛講 糟糕 到底是誰晃的 是不是你這樣子 他說沒有 剛剛睡死了 男友也沒有被晃醒 覺得他是被我叫醒的 但他沒有那個感覺 然後晃成這樣 他沒有 然後我是真的覺得 他就覺得我羅生 他說你是不是在那邊演啊 這樣做夢吧 對 然後他說沒有 我是清醒的 因為我一直 一直期待 我期待他 結果來得是好休息 就是會不會是你夢裡 以為他在跟你求婚 對 因為太多天沒有了 想說怎麼還沒有求婚 你們到底覺得 我是說運婚 運婚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跟妳 不是 然後我後來真的 就那個晚上 我就直接跟我男朋友 把行李收一收 隔天換飯店 那有一棟老房子也很可怕 像我一次住金門 然後那時候我老公 就訂了一個那種三合院 結果我一進去啊 那個三合院 在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他到了晚上 是沒有路燈的 然後會有那個大狼狗 在外面巡邏 然後一直叫 一直叫 晚上的時候 我坐在那個大廳 想說我要休息一下 結果呢 就有蝙蝠這樣 啪啪啪啪啪 飛進去 然後就 有蝙蝠耶 然後就繞一圈之後 這個很不對勁耶 然後 還有那個門啊 我們門沒有關緊 好陰偶的感覺 因為是木門 他自己這樣 蹦關卡 這很像在拍鬼故事 沒有 我其實是一個 不是這種體質的人 然後我當時已經覺得 我再也不要體驗古蹟了 你要再三合院 我立馬半夜定了那個海景大飯店 隔天全部換房間 好可怕 好可怕 像我自己 就是我很喜歡全新的飯店 可是有一次我去日本九州的鄉下 真的沒有選擇別無選擇 我就是訂了一個就是 英文字母開頭的那個連鎖的飯店 就是日本很多 A開頭的嗎 對 今天有帶那個照片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如果去的時候 它就是比較長 對 可是進去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走 因為我訂的時候 它就是說 我幫你安排在別館 大家注意到 別館 日本有很多飯店是 這個飯店 別館 因為別館很常是 比如說他把隔壁洞的飯店買下來 然後改裝 所以變成再多一個空間 當然他可能是舊飯店 他去改裝 他是別館 進門的時候 但我基本禮貌都有做到 比如說敲門啊 打擾囉 然後我就進門就說 那房間好舊喔 你講了這一句 對 我就講這句話 結果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朋友就問我說 你昨天睡得好嗎 我就說還可以吧 還好啦 對啊 然後他就說 你昨天好像一直在做惡夢 我說是喔 我說什麼 他說等一下我出去再跟你講 後來Check out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知道嗎 你昨天晚上半夜的時候 我一直被你的夢 就講那個夢話 吵醒 然後我睜開眼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阿伯 坐在你的床頭 掐著你的脖子裡 這樣子壓著你 糟糕 就是在那裡 看我現在腳都提提提提的 他就說 你為什麼一直在嫌棄我的房間 這樣 然後他醒過來他嚇到嘛 然後他就 因為他是有一點靈異體質的 然後他就想要不要搖醒 然後他就腫 那我隔天起來我真的很毛 因為我就是沒有想到 會碰到這老師 我只是隨口說了說 這個房間怎麼怎麼修 還不能亂講話 可是小孩子童言無忌 對 這房間好爛喔 好爛喔 爛喔 爛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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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故障寫病嗎 不要講 不要講 我是小時候被壓過 我記得 記得到現在 所以我睜開眼睛就看到 阿伯的臉在我面前 然後他戴一個 戴一個眼鏡 然後他眼睛這樣一直轉 你說眼球嗎 眼球一直在轉 然後我就動不了 在哪裡 也是出去玩的時候 小時候 我不記得在哪裡了 然後我就記得完全動不了 大概卡了三十分鐘 OK 各位朋友 鬼不知道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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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鬼真的太可怕 可是有時候人真的也還蠻可怕 對 光天話日被搶 那個時候應該是在三四年前 我們第一次去那個越南胡志明市玩 然後那時候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呢 新聞就寫說 當地很多那種飛車搶劫 要我們自己小心一點 可是通常去你不會想說 這種雖事應該是 不會遇到 對 而且我們很小心 對 我們就是已經很小心 這些都是新聞而已 然後沒想到我們就第一天灌完夜市也都沒事 然後第二天我很記得 就是我們要去查一個那個 當地很有名的法國麵包的那種法棍 然後因為它在一個圓環附近 然後我跟我朋友兩個人 邊查路邊找 就是五秒不到喔 然後我們就走了兩步之後 就有一台重機這樣 然後他就把你的手機這樣一搶 然後就整個全部搶走了 一瞬間 就那一秒 然後我們就狂奔 那為什麼常說能追到 如果把它 還有機會 就幹嘛狂追上 你怎麼還不太快喔 不是 不是 他們可能已經是慣犯 所以他就立刻轉彎再轉彎 所以我們怎麼跑 跑到轉彎再轉彎 都已經完成都不見了 第一次遇到這樣 事情覺得太崩潰了 因為畢竟手機裡面 所有的資料都不見了 很多資料都不見了 照片啊 影片啊 密碼的 然後後來我們就問飯店人說 可不可以報警 對 然後飯店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每天都這樣 不會有人理你 因為我朋友是很堅持 要找回這支手機 然後後來在半夜的時候 他就開始用我的手機 去找定位 所以你的沒有被搶 我的還在 他的被搶 因為他走比較晚一點 對 因為他靠得比較晚 我都在裡面 然後重點是 他就找到定位之後 他就說 他今天晚上要去找這支手機 對啊 我不是很恐怖耶 他吃什麼 你叫你吃手機嗎 他可能整裡面 都重要的之外 我就守在那個房門用 我就說我讓他去 不要去 買給你吧 後來我就再幫他 出一點點那個手機錢 然後他就去買一支新手機 我們就沒有再回去找 你也很好耶 因為我覺得 希望大家心情還是可以 完成到 沒有問題 其實有時候一被偷 後面都玩不了 我覺得手機 你再買就有 但你命只有一條 你就給它 而且最危險的是 當地如果說很多人 如果說一個人去玩 或是要那種 團體的自拍棒 架在那邊的 都會被搶走 所以千萬不要把那種自拍棒 不能請別人拍照 不能邊走邊看手機 對 不行 真的這樣就太危險 因為台灣 我們太習慣這些動物 對 千萬要戒掉 之前在網路上 還有很多影片是 你在搭捷運的時候 也要很小心 就他在關門的那一秒 對 然後會有人站在那個捷運的外面 就是 把你搶走之後 你門關起來 對 對 我那時候去義大利 坐那個羅馬的地鐵 然後他就是 在那個 的前一秒 他就把你包包車走 他就出去了 他旅行的時候也太衰了 你遇到我的 你是不是不適合旅行 你會遇到 因為他也是在義大利 自駕 他自己開車 他一定覺得非常小心 因為我朋友他們是結婚 去度蜜月 就兩夫妻 然後他們覺得說 我們自己開車最安全 然後所有東西都在車上 結果他們就是還義大利 還了兩個禮拜之後 在最後一站的時候 整台車窗 全部被打破 然後行李箱 後車箱裡面的 所有的站立品 跟行李東西 而且去義大利都很精品 對 他所吃了 一百多萬 所有的精品 全部都被搜刮 我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以為 就是開車自駕很安全 把所有東西放在車上 因為其實你可能 早就在第一站 第二站就北北上 他就沿途跟著你 他們還等你買完 對 等到你全部東西 都搜刮齊了之後 一次把你拿走 但他們報警也沒有用 因為其實在那邊 也發生太多 這樣的事情 對 我想到 我之前去紐約也被搶 之前還被亮過刀 我跟我朋友去 那個時候林書豪最紅 在紐約 我們就去看 在光天花日下 那個中午十二點吧 我們走出來一間精品店 然後一個黑人就過來說 你要不要一個唱片給你 對 不行 不行 你最愛賣唱片的 然後你叫什麼 我就說我叫徐信陽 他能幫我簽名 你還真的要買就對了 他是歌手 沒有 他就送我 送我唱片 他說我是一個新的歌手 你要不要我唱片送給你 我就拿了 他說你要不要抖那一點點 支持我們一下 我說你剛剛不是說免費嗎 他說所以你就是 就不爭取我們黑人文的話就對了 他就直接他穿一個夾克就這樣 亮刀 就直接說你不給我錢 就現在捅你 然後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這邊帶很多錢 我左邊口袋放了一千多個美金 一千多美金 不行 這邊還要二十塊美金 我就說不好意思我這二十塊 然後他就說這樣子不夠 然後旁邊的他的黑人捅我就過來 也是拿刀過來 然後我另外一個朋友 然後他說好了好了 我再給你二十塊 結果他把錢包拿出來這個動作 他裡面也有這個七八百美金 直接拿走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說 我們下次遇到黑人 高大的黑人 叫我們停住 我們絕對不要停 那那樣唱會變好聽嗎 然後走走 直接就斷了 太誠心了 聽到沒有 算我們看完球一樣 然後我們走出球場 又是一個黑人 叫住我們 停 然後我們就 就這樣 然後說 就叫我們脫掉 我跟他看一下 因為他們穿的衣都是好的 我想看一下你裡面穿 是不是支持你 因為你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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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可怕 爸爸 太可怕 我覺得如果出國的話 最好不要帶太多的精品 在身上 像我們之前 跟一些夫妻弟的姐妹 我們去埃及 然後我們其實是想說 包一個私人的團 所以我們還找了另外台灣導遊 那那個團呢 它的賣點就是 我們回到開羅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五星飯店 然後可以從窗外 看到金字 就是台灣這麼漂亮 這麼美嘛 它就是它的賣點 所以我們就 就這個袋子 對 這也要去啊 然後前面我們 因為會經過一些 埃及路邊的小島 那那個飯店很爛 我覺得都可以理解 怎麼沒冷氣啊 沒關係啊 然後亂七八糟 在等飛機的時候 途中遇到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 我們台灣人很少看到 沙塵暴 那我們開在路上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 大風沙這樣 然後車子這樣 晃晃晃晃 然後飛機就不飛了 然後我們到機場的時候 就是已經等到半夜三點 然後又餓 又我們完全沒東西吃 因為埃及真的不像 台灣那麼方便 結果好不容易 飛回開羅的時候 我想說 我們苦難結束了 我們要進那個好飯店 可以看金字塔了 然後一到飯店 就不太對耶 這個飯店看起來 有點像台灣的那種兩星 一進到房間之後 大崩潰 怎麼了 那個窗戶打開 完全不是金字塔 我有帶 打開是這樣的 對 我會想說 不好意思 我看錯了 而且這個不像窗戶 這像安全門的那種 潮心的那種 可是這潮心可能都開不了耶 對啊 他打開來是這樣之外 那個房間裡面 更可怕的是 我一進浴室 然後我還有拍給大家看 我進浴室 他所有的備品 都是用過的 對啊 對啊 所以你沒有把汗 就是你一進去就長這樣 就長這樣 而且我還沒有拍垃圾桶 因為我真的覺得 誇張到幾點 這肥皂用過的 掉在 有 你上完廁所 一踩下去之後 滿的都是有 排泄物的衛生紙 超誇張 想要洗熱水 一開水龍頭 黃金頭 那個水啊 是 像滴尿一樣 這樣滴滴 然後是冷的 當場全部人都崩潰 就是真的哭出來 太災難了 超災難 然後我們就跟導遊說 我們早上六點開會 就全部人跟導遊說 我們要換飯店 這個我沒辦法住 真的是超災難 超災難 大地雷 好 剛剛都是人禍 接下來遇到 什麼可怕的天災嗎 暴風雪中滾下山 你自己 我自己 我第一次去 飛海盜滑雪 帶著小孩一起去嘛 可是我們到的第一天 已經下午第二天 我們就請了教練課了 結果一早起來 就 外面全部都是白的喔 就很白 很白 然後就之後就 就 打電話來說 他說因為暴風雪 然後到了再晚一點 他就說 那個攬車 前面那一段最初級的 可以開了 可是 他說是建議就是 沒有學過的人 是不要上去的 因為雪還是滿大的 對 因為我們有同行 有一些人很厲害了 他就說他要去 然後我女兒也說他要去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朋友很有把握說 他可以教他 因為小孩子其實學很快 然後我女兒又不怕 那我想說 那我來都來了 我也要上去 走 我頂多就慢慢走下來的 那種概念嘛 這樣子想 結果呢 一開始 我就上去 坐到攬車 還下去都還穩喔 都還可以 一滑下去直接霧太大了 然後我完全就控制不了 還不懂得怎麼殺 然後我就 就滾滾滾滾滾 整個搬倒 然後我的那個 對 直接看到 那一種 Ski那個板子 就直接 真的是飛出去喔 然後嚇死 因為那時候還好沒什麼人 還好是因為暴風雪 所以那個雪很軟 很爽 要不然我就 你知道嗎 沒有數 因為我就直接落枕啦 好痛喔 然後落枕 我是真的這樣子 就轉不過去了 然後後面兩天的行程 我全部就是這樣 然後就都不能滑 就都不能滑 真的已經算很幸運了 對啊 然後你也有影片對不對 就是那一天 我們坐那個攬車的那個 可是很短 因為我真的不太敢拍太 這個已經算是小了 之後又再更大 可是風裡又聽到那個 多大聲的風 對 大大雪這種事情 就是不可抗力 對 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有兩件事情 要自己做好心理準備 第一就是你的行程 不能排太慢 因為有時候你如果碰到 然後你後面如果有工作的話 你真的是來不及 是更改 所以你後面不要踩太慢 再來就是 自己的心理建設很重要 你要懂得享受當下 所以我是建設太好了 太享受了 要在安全的範圍之內 享受當下 因為像我去年 在十一月份的時候 就碰到那個 德國 就是百年難得一件的大雪 那時候是累積 一個晚上 就累積了 好大 四十五公分的雪 好大 整台車都被淹沒了 好大喔 非常 非常非常的誇張 你看我那個腳踩下去 有多深耶 都是完全沒有辦法開車 或是走路 一個晚上就這樣 就這樣 一個晚上我起來就變這樣 而且又超冷的 超冷的 那時候我在這個 德國跟那個 奧地利的邊境那邊 在山區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沒關係 那我就所有行程 全部取消 我就好好的把握機會 在我的那個飯店裡面 度假的感覺 就可以去那個 享受它的泳池什麼的 然後後來終於隔天 我就路就開了 就是有人來接我去機場 那時候機場每天 就是一直跟我通知說 我們搬機取消 對 我在那個機場 卡了三天 那麼久 我對木耳機場卡了三天 回不了台灣 航戰情緣耶這個 真的 然後你知道嗎 我發現了一個新天地 什麼 你知道在德國木耳機場 附近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一個SPA中心 水療中心 那因為他們的SPA 是有包括泳池啊 然後蒸汽啊 三溫暖這些 我就去了 結果我去了之後 哇塞 大開眼界 文化衝擊 為什麼呢 德國人的三溫暖是 男女一起 男女 混在一起的 就是泳池三溫暖 十六歲以上 他們都不是那種 帶著有色眼光 就非常正常 我們自己反而是有點尷尬 你帶一點有色眼光 不是 不是 你知道那個是有 你帶什麼顏色的眼光你說 我帶著各種顏色 因為我們知道那種很花燥 很重 那你一眼看過去 那個泳池啊 那麼多 全世界最大 它有室內室外 然後各式各樣的 桑拿 三溫暖 然後就是看到全裸 全部都轉換 那你有看到厲害或精采的嗎 有啊 就是你知道都很精采 但是也不能一直 這樣盯人家看 你可以戴墨鏡 大家覺得你很奇怪 就會剛好戴墨鏡 我跟你講反而是他們 都一直盯著我看 為什麼 因為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 對 這很突兀你知道嗎 你要聽個亞洲爭光嗎 對啊 你就是要這樣站著 然後就這樣 然後退去 然後跑回去 跑回去 跑回去 沒有 他們還是會稍微 走動的時候 會稍微的圍一下 但是下水 或是進去的時候 他們就完全是全裸 男女老少全部一起全裸 對 我一定要小心 你準備好在一起 很不錯對不對 很多回音 真的 真的 也是沙塵暴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在歐洲 那時候去以色列 然後我們 你知道以色列回台灣 其實非常的麻煩 你是要中間轉機 從土耳其飛 結果那一天好死不死就是 他說天氣不好 土航就不飛了 結果更神奇是 到土耳其之後 已經晚上十點了 下班時間 櫃台全部空了 然後那時候 你知道我們早上在以色列 還在死海 死海不是全身都是鹽嗎 對 來不及洗澡 就衝去機場想說 反正要回台灣了 結果 全身上下都是臭的那個鹽 我們的行李 已經被轉回台灣了 蛤 心力比你們長大 我們那一天晚上 沒有 沒有錢 然後沒有衣服 沒有任何東西 好可憐喔 然後滯留機場 然後我們去那個 航空公司的櫃台 然後 對不起 我們下班了 然後就不管了 然後就只有一個人 跟我們講說 你們可以去住一個飯店 會補助 有保險 然後我們就 摸黑在那邊找 然後英文也不通運 他們不太講英文 然後就找到那飯店之後 已經累得半死 然後全身臭 沒有衣服可以換 然後我多客鬧 我在那個浴室 拿那個肥皂 這樣戳我的衣服 我說 怎麼會那麼慘 明天什麼時候可以回台灣 然後最慘就是 當時我男友 他的手錶 在混亂之中 在土耳其的機場被爬走 太強了 在手上還在手上被爬走 因為其實土耳其也要很小心 那個治安的問題 現在真的好可怕喔 被吹到嗎 妳被颱風吹倒 對 很適的 很適的被吹到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無法避免 因為那時候是跟朋友 就是也是跟當時的男朋友 然後一群人 我們去長攤倒玩 我跟你講 我就帶滿了滿滿的泳裝 五套六套 想要去那邊拍一整個寫真集 然後大概只有第一天拍到 你看第一天天氣還很好喔 我還要準備那個泳裝 我還要準備好 然後各種角度 然後在那個飯店多好拍啊 然後第一天就是完美這樣子 接著第二天就開始有點下雨了 我就想說 應該也只是微微雨而已吧 沒關係啦 還好啊 不會焦氣我們的熱情 第二天我們有拍那個行程 是有什麼 香蕉船啊 要出海啊 拍什麼釣魚什麼 不好意思 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下午以後會開始雨 會變大 然後我們就說騙人吧 就真的不誇張 太怕 開始狂風暴雨 然後我們那個都是之前 在台灣就訂好的行程 他說 哪有那種的 不給退 我們那時候是跟飯店一起訂 飯店的人就說 抱歉 就是沒辦法退這樣子 哪有這種事 我覺得搞不好我們是故意搞不好 我也覺得 好 我們就先損失了一萬多這樣子 後來第三天還是狂風暴雨 下午雨有稍微小一點嗎 好 那我就查了一下 有一個那種網美咖啡廳 想說還是去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點餐啊 點什麼牛排啊什麼什麼 結果呢 我跟妳講 人就這麼衰 點餐的時候雨沒有很大 點完以後 開始 就覺得還不太近了 又聽到那種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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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然後風暴雨 對 然後那個妳知道 長男老那種屋頂也不是那種 對 茅草屋 那種茅草屋 然後完蛋了 完蛋了 我的牛排變牛排湯 好 好 這樣 雙湯直接滿出 快點 直接滴到裡面去了 我們就邊吃邊吃 你才吃 你才吃 咖啡廳離我們飯店的距離 大概就是要走可能 兩個捷運站那種感覺 對 對 那一趟那個路就直接這樣 然後 我一直這樣 你一直這樣 那個時候你不會覺得 雨是從天上下來 是從四面放 然後我就整個這樣子 這樣 這樣就回來了 然後就因為風太大 然後我就直接 被這樣子 出出出出 然後那邊有樹 因為波羅凱的那個路 這邊都是樹 然後就 然後我們還 這次很可憐 哭之道 我怎麼不是覺得很好笑 對 好生怒的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還跟我當聖誕男朋友大吵架 因為他完全沒有保護我 等一下 他自己都被亂保 他自己都被亂保 但是他應該要給我抱住 我被樹 我真的一直撞樹 他自己都 可是我們兩個一起撞 很大笑吧 我這樣感情你知道 就是大難臨頭各自飛 我的心情數是這種 萬米高空 空兩個小時 也是很空空 那次要從韓國回來的時候 台灣就有個大颱風 然後台灣的所有人 就說已經連續下雨 差不多五天了 就我記得那次 但是他一起來的時候 尤其是要進去那個雲裡面 那個瞬間就會這樣 一直抖一下 對 因為亂流 所以他們就會抖一下 他從頭抖到尾 然後好不容易進去之後 沒有一刻是平的 就是那個安全帶的 從頭到尾沒有洗燈過 然後他一開始送餐 因為他們還是會送餐 然後送餐之後 每一個那個湯都是這樣子 好可怕 你知道嗎 我要說今天是要拍那個 什麼韻律儀的頁 沒有可怕 整個都這樣 然後後來他們就廣播說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發熱影了 我覺得也還滿有道理的 反正至少熱的不發 我們把那個餐發完 結果就兩個小時 從頭到尾沒有一刻是 在吃的東西吐了吧 對 然後結果後來到某一段 他也廣播說我們要進入一個 更不穩定的氣 既然機長在廣播的時候 都特別可怕 你都覺得我等一下會聽到什麼 而且機長都裝沒事了 我們要進入一段不穩定的氣 對 你為什麼就裝沒事 要什麼正確一下 對 很安定人心 那個一大是像大的 然後是就是 那個杯子你看到 已經在掉起來又掉下去 我還拿我的杯子去接那個杯子 我還拿我的杯子去接那個杯子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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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其實沒有 可是因為你知道你說 他的塑膠杯裡面還有一個紙杯 我很怕這個打發 我就再接一下 剛好有接到 好厲害 是不是真的 其實我本來都覺得 沒事沒事我閉眼睛 我不要想太多 可是當你看到旁邊的人拿出那個佛珠 跟聖經的時候 我就想說 真的 來了 你不要這樣 對 就有時候會被他們嚇到 真的 他們在幫妳保佑啊 保佑 哪有 那個聽起來很毛毛 對 所以要一刻心裡沒事的感覺 可是我不知道 你知道之前有一次 也是不知道桃園機場 在整修還是什麼 然後我從北海到飛回台 我飛了九個小時耶 三九 九個小時 你現在有這件事嗎 真的有 然後就是 有上新聞 然後我就在那個搬機上面 妳真的也是很倒楣 妳真的很天氣耶 可是我覺得妳很大名 妳們這邊都滿睡 對 很誇張 就是我想說 不是應該快到了嗎 然後就聽到廣播 就默默講說 我們現在要轉降高雄 我們已經到高雄 我說 我到高雄 然後在中間的時候 超扯 也是有那個亂流 我想說慘了 因為我等一下有工作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就是 其實我本來想說 那個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啊 就是眼睛閉閉 就休息就好 結果我根本睡不著 然後我睡不著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問題 比如說皮膚會長一些 突起的東西 對 然後 然後呢 再加上眼尾啊 嘴角都可以有 因為整個人很乾啦 對啊 就是那個連粉都蓋不住的狀態 差啊 然後我就想說糟糕了 我等一下有工作 要嘛就是要延期 要嘛怎麼樣 結果正當我煩惱的時候 我又看到隔壁的那個女生 默默地從她的化妝包 拿出一個紫色的包裝 然後她撕開來 喝完之後眼罩一戴就這樣 這麼酷 然後我想說 這喝了什麼 喝酒 而且是高濃度的酒 到底有什麼都給我們一點 我們都想說 是什麼東西啊 這麼好睡 飛機這樣 然後就這樣 我就趁她睡覺 就很不要臉 就偷偷拍那個包裝 然後發現 回家的時候 搜尋發現 她是那個韓國女神 孫一貞也在喝的 教育 那個很猴 就其實演藝圈很多朋友 都有在喝 自己喝了一陣子之後 就發現 好像素顏的時候 狀態比較好 結果臉會比較水亮 所以今天再來 跟大家分享 嗨 好 跟大家說這個多方便 那時候那個女生 就是這樣從化妝包 這樣拿出一包出來 對 小小化妝包 有這麼厲害的關係 對 然後就是她 因為她很小一包 可以隨身攜帶 然後像我呢 都是在晚上睡前喝 她就好像是睡前喝的 這種 喝得晚安安平 可以讓我們 越睡越美麗 一邊保養 大家可以撕開喝看看 她們喝完 會不會就睡著了 會不會 會等一下睡著 她喝完都睡著了 她會直接倒 這個叫做夜亮飲 就是她的名字就知道 她其實就是 我們晚上可以喝的 然後可以喝看味道 超好喝的 超好喝的 美果的味道 對 我覺得這個如果放冰箱 會更好喝 對 對 冰冰涼涼的 這個很好帶 就小小扁扁的一包 小小扁扁 我覺得小優雅就是內行的 因為像我自己啊 很喜歡喝冰的口感 所以夏天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冰到冰箱裡面 對 然後有時候晚上我們會想要 吃宵夜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用它來取代宵夜 它可以避免我們身材走樣 然後同時呢 你可以越喝越漂亮 越好睡 因為它的味道啊 為什麼會酸酸甜甜 它是用純天然 真的 純天然的紅石流果汁 去調味的 真的喔 對 所以它的 你聞一下知道 它的 而且完全沒有腥味 那重點就是呢 它是沒有加額外的糖 跟調味劑 所以不太擔心我們熱量啊 跟一些其他的負擔 超耐心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膠原蛋白很足 對 它是 濃密型的雙生膠原 就一天只要喝一包 就非常的夠了 就夠了 很棒耶 像現在這種天氣啊 你就會想要吃一點甜甜的 喝一點甜甜的 再睡前 然後再喝一個 哇塞 就很好 睡前享受 所以這算是晚安的安瓶 可以讓你睡得比較好 對 因為它就像我們 晚上的保養啦 晚安安瓶 然後像我們紅色這一瓶啊 很多人都有喝 它是白天喝 白天的 那我自己睡前喝的這個 它裡面有加 嘎巴 難怪 嘎巴最近也很紅 有寫嘎巴 有嘎巴 所以可以幫助睡眠 還有提升我們夜間的修復力 那其實女生為什麼要睡美容覺 就是因為呢 你真的有睡飽感覺很不一樣 真的 那個皮膚狀況 真的 就是氣色紅潤啊 會由內到外透亮出來 就好像少女一樣青春美麗 因為小時候都覺得睡覺 就只是為了讓我眼睛休息 不 爹地跟姐姐一樣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睡覺 會讓你整個人氣勢很亮 然後皮膚都會很亮 所以我覺得睡得好真的 可是我覺得用喝的就可以 變漂亮真的滿厲害的 很方便 而且張宇的皮膚看起來 真的很光亮耶 對 因為有 我覺得有保養有差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 在發亮耶 對啊 有耶 要變成一針就要這樣 真的是要 而且說我自己是二寶媽 然後我有兩個兒子 其實很麻 好 兒子 對 超級麻 可是我就發現 有保養的話 你就是有那個烹潤 然後有一種絲絨感 會這樣 對 所以說如果有一覺醒來 可以變美麗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喝夜亮營 而且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還是要多喝水 還有適度的運動 當然補充好的膠原蛋白也 非常地重要 我覺得難睡也可以喝 像你是在健身的 其實睡眠補充 非常地重要 而且我覺得現在真的很容易 睡不好耶 對 現在 就當看一眼 然後滑手機 然後可能追過去 完了 天就亮了 對 你太晚睡了吧 大家多睡就有點壓力了 對 所以多睡一點的話 就是可以補充膠原蛋白之外 還幫助我們好好的睡覺 所以分享給大家 加油 我覺得出門啊 在外帶的東西 真的很重要 是不是大家有沒有覺得 一定什麼東西 是一定要記得帶的 我跟你講我這個東西拿出來 大家一開始可能會想說 這個要帶嗎 你應該是帶神像吧 神像 還是會有些好兄弟 那個是地帶 但還有一個 是大家想不到的 會帶這個 這個 這要幹嘛 發採的 發採的 因為我就是出國 都會跟三五好友 都會在國外喜歡 就是小賭遺器 或者是你去澳門 一定要吧 Vegas 這個地方 有贏嗎 這趟旅遊 有沒有划算 你就要看那個 多少表現 它是光明燈的一種 它是光明燈 OK 我跟你講我因為帶了這個 我去澳門 贏了三萬多 真的假的 所以你帶這個進去 Casino裡面 沒有 就是你一進去你的飯店 你就要先震到那個柴位 飯店這樣走進去 對 四十五度 然後先把柴位擺著 然後呢 而且要讓它發亮 我剛剛那天我就叫 去那一間樓下的賭倉賭 就贏了三萬多 這我個人一個小撇步 對 就是你心中會覺得 哇 今天比較有那個同感 再來就是因為我之前 很常去韓國 我那時候去韓國批貨什麼 遇到那種寒流 凍傷了 超級冷 超冷 於是我會帶這個 鋁箔電樂台 什麼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很奇怪 但是很有藥 我現在那個什麼醫院 去急救人 可能那個 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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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很薄的耶 這個連差一點都用過耶 加一 加一 是不是 好厲害 其實滿帥的 其實是很厲害 沒有 適暖 沒有 適暖 其實滿好看的 來 各位 我們殺殺女王要回來囉 好適暖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心理作用嗎 好像有一點點耶 它有 它是一個原理 它是真的 那個鋁箔會幫你 聚熱 我現在是上面有包住對不對 下面空空的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上面是有點溫溫的 真的耶 這個我知道那個燈山 有急救就有這個東西 很棒燈山 對 或者是 很多很好攜帶耶 我覺得露營也可以帶 而且我發現這上面有畫 它是 夏天的時候可以用喔 夏天的時候可以降溫 可以降溫 沒有假的 音色曹慧就是會涼 穿你不穿還涼啦 涼的衣 涼的衣 有沒有 好像有一點 就是溫溫 真的沒有到看 有啦 沒有 因為之前有一次 蔡依林去時裝週 她的衣服太小 外面也是穿這個 是不是很酷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你隨身攜帶 很冷就拿出來 很冷 真的超飽的 我覺得你去露營也太大 重點滿厲害的 可是如果去餐廳吃飯 突然帶有點尷尬 對 好 其實我的跟小優 應該是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該不會就真的是佛像好不好 沒有 我的是一個水晶蛋 真的 這麼厲害 你都不要 其實我有小的版本 可是這個是如果要去比較重要 例如說像澳門 我就得帶到這裡 好重要 然後因為它有搭配一些不同的功能 像這個是 開賭運的 開賭運 然後這個是把惡靈趕走的 然後這個是搭配我自己的那個 五行的生肖跟那個去選的 所以呢 有時候我也是會一進房間 都是要先放好這個東西 然後放好之後 我就先讓她 進化那個磁場 把現在壞東西都趕走 然後就跟她說 我等一下要下樓比大小樓 對 那一次我在澳門 你們好像都只會去澳門 這個水晶的花費應該不肥吧 對 水晶其實還滿貴的 這應該也都是 你那個太貴 我這個燈才250 你贏了都像清楚 我這個大概快一萬賺了 兩萬算是OK吧 也是 這個一萬 有帶有保佑 對 非常棒 像我下一週就要去美國一個月 好嗎 好嗎 你知道嗎 你在美國已經吃不到 比較台式的東西 所以你就必須要帶一些 好台 對不對 好台 然後 這些都一定要帶的 必帶 必帶 這很下飯 好 每個層幕下很高 對 你只要到這一餐廢 這個就好 很聰明 對 這個東西就是為了小孩準備的 因為在台灣我們有蹲的馬桶 對 可是其實歐美很少蹲的馬桶 跟妹妹還小 一定會碰到那個馬桶蓋 那像這個呢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它是一個 它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馬桶墊 這邊其實是舒服的 然後 對 那你也不用貼 你就直接放上去對不對 那你放上去呢 它這邊還有幫你很貼心 再坐長一點 所以你的腳不會去碰到那個馬桶 你知道嗎 這吃飯變太多而已 吃飯就當溫度不錯 對啊 不是可以的嗎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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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用撕 它說不用撕 它就直接 對 它這一面是防水的 對 像我有時候去廁所 我會鋪一圈衛生紙 對 但是就是上面是濕紙 對 是 我這個很好 這個是被蚊子咬的時候 你知道嗎 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這個 它完全不用用藥 它只能在咬的當下 不能說當下 就大概是第一天 你第二天可能就 效果沒有這麼好 可是我女兒第二天用 她覺得還是有用 就是你蚊子咬的 你開始就會抓啦 哄哄的一個腫 對 腫了之後 你就這樣壓下去對不對 然後你就這樣子吸 吸它 吸了之後大概停十秒 大概二十秒 然後再把它推回來 之後它就會 哄哄的嘛 然後大概 我有時候會弄到兩次 神奇的事情 它就再也不一樣 就不癢了 不癢了 他們就是說把那個 它裡面的 獨一吸到表面 對… 你就不會癢了 而且你看 它很貼心的是 還可以換頭喔 所以如果你咬的關節 你知道嗎 你有時候吸不到你這個 然後你就可以這邊 因為我昨天車上有蚊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妳昨天喔 昨天我就不敢確定了 好像那個涼血壓很緊 是不是 好 下幾秒了 應該有十秒了吧 可以了…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有點缺血了 對… 有耶 它真的就會有個這樣子 還在你又比較不癢嗎 下癢… 沒有那麼癢 但那邊變得緊緊的 像法官一樣 不會… 那個真的有用 真的… 我跟你講 改天你在戶外遇到毒蛇 沒有人要幫你吸 沒有人要幫你吸 我那時候超想買這個 因為很多小朋友 對一些藥會過敏 這個就沒這問題 對… 而且大人也很有用 旅遊出去 的確會遇到很多天災人禍 但你就是想到解決的方案 還有樂觀面對 每一天就相信你 不要太多的困難好不好 各位樂主們 平安回家 是的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謝謝董事長 下次見 Bye Bye 歡迎收看 介紹特別雷尾 還有未來介紹自己的這個新作品 對 林安帶來了你的作品對不對 我的電子寫真書 在各大網路平台 就是都已經可以買了 就是要請大家多多指教唷 鄰家女孩 對 鄰家女孩 也是這個數位的寫真 數位 目前就是各的網路平台 都可以購買了 那今天呢 我們除了這個 有來賓帶來的作品 其實我們要聊的話題呢 其實應該各位 還不太需要擔心 我們要聊的是有關於這個 記憶力的問題 不是要考你記憶 要看到以後 你下次不會忘記 是說有時候 人的會記憶力摔墊 或甚至會擔心以後 老了會黏老十字 這樣一個問題 有時候呢 我們看起來算 來賓年紀都輕輕的 有可能真的會記憶力不好 對 會有望東望西的這種可能 那有點年輕化了 對不對 對 會不會 來賓當中有沒有人 有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曾經有沒有忘過什麼事情 或者做了比較 連自己都嚇到 怎麼會記憶力這麼差的 這些那種經驗 像我個人就是 公認朋友界裡面 記憶力非常的差 我超差 我就是像你媽媽 而且我是非常臉盲的人 我就是可能一個劇組 我可能待了兩年 同一個人 我看到他就像第一次 看到這種狀態 我有一次也是比較誇張 就是我跟 我的男朋友 然後呢 他的車 我跟他交往那麼久 我坐他的車 也可能也坐了好長一段時間 但是有一次也是一樣 我們出門 然後呢 他就把車子停在 便利商店門口 就下去買咖啡 然後他就下去 可能上個廁所什麼的 然後我就上來之後 就同一個位置 他原本停的位置 我就上了車 我就坐在車上 然後說怎麼 他跑去哪裡這樣子 這麼久還不回來 對 我就開始要拿 手機出來 打電話給他 就一個男的突然間上來 對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是誰 然後我就 他說 你怎麼在這兒 你才是誰 對 然後小姐你在幹嘛 我就說 這不是我們的車嗎 我完全就是 所以車子是同款的 完全不同款 我男朋友 不同款 同個顏色 是不是 不同顏色 顏色 我男朋友車子 它是黑色的 不是 它是黑色的 黑色的轎車 然後我上了一台銀色的箱形車 那好挖 這個差太多了吧 但是我沒有影響 妳不只是記憶不好 妳的體感能力也不太好 妳的肌也有問題 因為我不認得 我只記得位置 但是我不記得他的車長怎樣 很嚴重 像我以為大家只是那種時候 有時候 眼鏡戴在頭上 妳的眼鏡呢 妳的眼鏡呢 我以為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 現在疫情 有時候戴口罩 口罩已經拉下 忘了拿口罩 對 拿口罩戴起來 對 還拿著手機 找手機也有 對 手機戴拿 手機戴在頭上 這很類似的 在義大利的時候 我發生 因為我的情理特別多 我心裡面有化妝品 什麼東西 我出國肯定要大概三四項 你每次都滿好 但是如果少一箱 我就會死定了 因為我東西都很重要 那時候我要從米蘭 然後搭 火車還是 火車 我們大概幾個人 然後扛了 所有人的行李箱 當時我那四五個大咖 行李箱 到了月台 然後也確定好了 那個幾天的行李 大家的行李都在 對 然後我之後上車 上車好了 想說因為跑得很累 全身都流汗 而且跑最後一刻 你知道嗎 最後一刻 對 到車下面好說好開心 終於可以睡個覺了 在那邊休息 就大概通常大概六個小時 就很長的時間 我大概是四個小時 才發現 好像有個什麼東西 沒有在身邊 是不是 心中一咖 對 最重要的那一咖 就是 我大概有四個行李箱 是我的 結果我一直看我 往我行李箱那邊看 怎麼只有三咖 我想說 那應該是開別的車廂 結果我想說 再休息一下好了 想說 不對啊 剛剛上車廂就只有這三咖 然後再問一下 剛剛是不是只有這個 我說對呀 腳就只有這個 我說 怎麼只有這個才有一個 去哪了 怎麼辦 就是望在那個地方的月台 車已經開走了 好幾個小時了 對 那是義大利之恩那麼差 你這樣找得回來 然後那時候我尖叫啊 其實尖叫也回不來 回不來 但是我就要鬧得眾所皆知 就是如果這台車為我停 就為我停 或者這台車有誰可以幫我 就為我幫我 你看你任何事情發生之後 你一定要張揚 張揚 你要張揚 你自己的力量太小了 對 你要被注意到 看有沒有人會生出力很小 對 OK 你就一定要大叫 然後呢 開始然後就張揚員啊 什麼的 快要不要使用你服務 然後就開始覺得你很 覺得你精神有點錯亂這樣 說這很重要 你們一定要幫助我 張揚員過來有沒有說 那你放心 我們打電話回去那一站 他們不敢直接跟我講說 我應該會找不到 但他只有跟我的朋友說 他看我已經 已經很失誠 然後我害你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 他跟我朋友說 他說小姐你不用擔心 應該是可以 然後跟我朋友說 這個機會非常少 因為通常你只要在義大利 你終於走了 而且我心理一下 還是有雷諾瓦的 基本上就沒有機會 但是他說 但是我們沒有關係 他說還是幫我們打電話 回那個站務 然後又看有沒有在 然後我就說 然後結果他們就連線 現在火車上的跟這台月台的 連線 然後再跟原本的月台連線 三方連線 你知道嗎 我超級幸運的 他說他們說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奇蹟 真的 他說這不太可能 我應該會講 是不是有鬧有機會 當然我沒有打到別人 但是你必須讓大家注意 你必須讓大家注意 他知道我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不見的話 我可能會出人命 那他們可能就會 就會更積極的去幫你找 我前一陣子 剛好是我朋友 就打電話說 想來我家串個門子 我說OK啊 剛好我今天在家 沒問題 結果我朋友就說 我車開到了 可是附近不好找停車位 他說那這樣 我買了咖啡 就在你們家一樓大廳 聊聊天 然後我就走了 這樣我又可以看到車子 那又安全 我說OK 沒問題 不用找停車位 對 這樣很方便 然後我就說OK好 你到了 打給我 他就說 你我到了 下來吧 我說好 我就下去了 下去了 拿著他的咖啡 兩個人在聊 突然就聽到 大樓的那個火災警報 這樣叫 我還跟我朋友說 不曉得哪一家 應該有什麼問題 大概火災 然後結果後來 管理員衝到我面 說李小姐 你家有沒有人 我說沒有啊 我家沒人 現在我就在這兒 我問我在跟我朋友聊天 怎麼了嗎 警報器是你家在叫 他說那你趕快跟我上去看 是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就噗噗噗上去 一看到 已經煙霧都跑出來了 因為那個煙霧警報 煙霧警報器 然後我突然 看到煙霧的時候 突然想到 我完全忘記這件事情 是因為 我朋友打給我的時候 我正在做牛肉湯 然後我就想說 趁我朋友還沒來之前 先把火開大 煮滾 想說煮滾 然後再管 關微火 這樣燜個四十分鐘 差不多上來 牛肉湯就好了 說不知 我到了 好 我就下 東西拿了 鑰匙拿了我就下樓了 我完全忘記 還沒有調成微火 我還沒有調成微火 也沒有蓋蓋子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看到那一湯的牛肉湯 開社區大會的時候 沒有想 其他住戶 請你趕快搬走 沒有 好危險 然後馬上大樓群組 就有那個熱心的鄰居說 請那個住戶多小心火燭 這種事情不可以發生 它沒有指名道姓 但是我覺得很愧疚 對於大家 雖然很客氣的句子 但是看出大家的不愉快 看出大家的不愉快 然後我穿著牛肉湯 直接改成煙燻牛肉湯 對啊 乾脆把它再弄幾乎 就是牛肉乾好了 對... 真的有人在煮東西 不要離太遠 對... 那這邊 我覺得我家附近的鎖匠 因我致腹 就是我是常常沒帶鑰匙 我真的是 除了常常沒帶鑰匙之外 我會有個特殊的狀況 因為我家有養兩隻毛 那牠們很喜歡 就在我開門的時候 就衝去走廊玩耍 然後不回來 所以我常常就是必須要去抓貓 然後抓回來丟 我才有辦法出去嘛 之前會很常發生那種狀況 我先抓了一隻 然後就很緊張 然後丟進去把門關上 我就發現說 我沒有帶鑰匙 然後我也沒有帶手機 只把一隻丟進去 妳跟另外一隻還留在外面 我就跟牠兩個 就在外面面面相去這樣 然後牠就一直喵喵叫 然後裡面那隻喵喵叫響出來 然後外面那隻喵喵叫響進去 然後我覺得天啊 我很常就是要告訴我 大樓警衛說 可以幫我叫鎖匠嗎 對... 那一次就是比較誇張 就是牠幫我打給鎖匠 然後結果鎖匠說 牠要兩個小時後才可以到 我嚇壞 因為其實我那天下午還有工作 然後我就穿睡衣 然後什麼都沒有 就 後來是我的鄰居 借妳手機 後來還好是又 我們又找到第二位 就又打到一個 牠願意可以快點來幫我開鎖的這樣 然後我覺得 我們家附近的鎖匠 應該都很開心 因為我 我超常發生過 我指紋鎖匙 而且說很開心的意思 應該是不只發生過一次 可是密碼鎖匙 我會忘記密碼啊 指紋鎖啊 等一下 現在可以換指紋 可以可以 如果密碼我應該會幫你記 對 考慮一下 我們這樣聽完大家的故事之後 我覺得這樣都還不能證明 他們的記憶力不太好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位來賓 對 你的記憶力是最差的 所以我決定 我決定要玩一個遊戲了 什麼 在這裡玩 就在這裡玩 你們六位 來做 然後我出題 看看誰是記憶最差的人 而且這個最重要的是 你要記住自己講過 還要記住別人講過 因為你不能重複 太難了 好難喔 我要來喔 先講 準備好了 好了 好 那遊戲開始囉 那我們來先練習題好不好 好 記憶TEMPO READY GO 記憶TEMPO READY GO 蔬菜園的出國 蘋果 蘋果西瓜 鳳梨 蘋果西瓜鳳梨 蘋果西瓜鳳梨蒲桃 蘋果西瓜鳳梨葡桃 四家 蘋果西瓜鳳梨葡桃 四家玉米 蘋果 蘋果 蘋果保... 年輕的 反而基性最差 第一個什麼 蘋果 蘋果西瓜鳳梨 influence 蘋果 青瓜鳳梨 蘋果啦 玉米其實是錯的 蔬果啊 水果 玉米 蔬果才對 它是水果 你們知道蔬的人要幹嘛嗎 蔬的要喝超級濃的 就是要喝 超級濃的檸檬 OK 因為檸檬是裡面有豐富的甲 然後維他命 還有很多維他命C 然後下 當作 當作在那邊 當作在那邊 可以囉 來 真實來了 真實來了 很重要 我很難了 G tempo ready go G tempo ready go 兩隻腳的動物 G G go 好 第一條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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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兩隻腳 他就是動物的差異 當生肖戴 你在當生肖戴上 前面是不是 你不是Snoopy 生肖戴上 對 他長大十二根肖戴上 不是 我不是故意自殺 我是因為 像豬腳會叫佛手啊 對... 對 我是他是前面手後面是腳 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 一起就淘汰太丟臉了 好... 你重新來 動物啊 動物都是 兩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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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tempo ready go 兩隻腳的動物 米奇 米 小雞 等一下 米奇 等一下 米奇 等一下 你真的沒辦法 米奇 什麼 米奇 什麼 米奇 老鼠 老鼠 老鼠有四腳 我就是被他干擾 老鼠有四腳 老鼠有四腳 所以我這樣說 他很覺得他是對的 所以他就要過啊 加油 可是米奇 用兩隻腳走路 對 他也說的米奇 你人話 可是他不是動物 米奇是卡的 卡通物 這一腳太配合了 對 對 米奇 米奇 所以我 我在背那個米奇 嚇住 為什麼 不是 我也是嚇唄 我才一開始就要喝 那我還想要美人魚 對啊 會洗羊羊 沒有 我不是在想說米奇 可以耶 不可以啊 米奇是很久的啊 對啊 卡通啦 可是他剛剛沒有說 那高飛狗也可以啊 他沒有說 好 剛斗是高飛狗 可以喝乾杯 剛剛米奇品 米泥布魯托什麼都來 對啊 強激力 對 他老鴨都來了 白激力 勤腦了嗎 他有點痠耶 他因為他是檸檬 很痠 檸檬當然是痠的 那我們還有下一題好不好 還有 換一題... 簡單一點 我們可以先知道嗎 對啊 讓我們先想 讓我們先請你準備一下好不好 廚房裡的用具 好... 廚房裡會出現的嗎 廚房裡會出現的東西 記憶TEMPO Lady GO 包子 刀子... 鍋子 刀子 鍋子 鍋子 刀子 鍋子 油鍋鏟 刀子 鍋子 油鍋鏟 刀子 鍋子 油鍋鏟 等一下 很爛的 往下的有空氣啊 油... 油鍋鏟 對... 沒說出來另外一位 我妹妹臨死不死 因為TEMPO不對 對... 我們這樣玩TEMPO 我們這個遊戲 我們現在到底是要TEMPO還是要走什麼 我們要不要一人喝一杯 我們全部在遊戲就算了 對... 好不好 玩就算了好不好 只要說證明說大大貨不好嘛 對不對 記憶力不好就算了 連TEMPO都會給不算 對不對 對... 喝水喝水 乾杯... 來... 生... 祝大家記憶力越來越好啊 對... 這滿酸的耶 真的滿酸的耶 真的很酸... 表情痛的 還滿好喝的 還滿好喝的 但是體力層還不錯啦 對... 好 體力層 我們都問他們醫師嘛 兩位醫師在看我們幾個耍寶 他們在想問我們藝人到底在幹嘛 對 好... 透過遊戲啊 那我們覺得這個 記憶力真的有衰退的傾向 除了記憶力之外 那個TEMPO跟不上也會有問題 好悲哀喔 肥皂太不行 是不是因為吃了一些東西 導致影響 我覺得這會有影響 因為生活中難免我們會吃一些可能 所以吃也是除了吃飽之外 你也很怕吃錯啦 吃錯 吃錯會不會傷害到你的... 你的腦肯定... 吃錯藥... 腦子就壞了 他現在不只是藥 可能是食物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乾脆來看看 我們今天所有的來賓 對 他們平常最愛吃些什麼食物 還有最常吃的 這些食物是不是會讓你的記憶力衰退 像我個人的話 因為我就是非常不愛吃正餐 就是我其實不需要吃三餐的 我只要吃小零食... 這樣累積起來就可以把我餵飽 很多人跟你一樣 對 像是珍珠奶茶 是基本上我每天都一定要必喝 一定要喝一杯 住食店 就是像是我每天都叫UberEat 有時候我可能想要快速的方便 就球方便它最快送來 然後像地瓜球 就是我逛夜市的時候必吃 必點 然後結果好巧不巧 我家樓下竟然開了一間地瓜球 就在我家樓下 搬家... 而且可以加美粉 我超開心 但是我超喜歡地瓜球 然後像這個就是一套的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種 酸酸的軟糖 這個不是國外的吧 國外的... 越酸越好 我知道 越酸越好 對 然後像我都一定會 放在包包裡面 你隨時就可以拿出來吃 然後有時候像我去日本 不是都很多酸啊 對 我就會囤貨 有時候帶一整咖的行李箱 滿滿地回來 然後就慢慢吃 通常我都是吃這些小東西 加一加一天就過了 冰淇淋 生魚片 這樣子吃了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有沒有什麼必須要稍微注意 你是不是覺得我都會批評你的飲食 但是我會先來誇獎你的一個飲食 叫泡麵 泡麵 因為泡麵還用 不是大金雞嗎 因為泡麵 我們的麵體它是用油炸的 對 油炸的話在... 因為為了怕它有油耗味 所以會添加 維生素E抗氧化劑 對 所以越吃泡麵越年輕喔 對 你在吃泡麵的時候 你就可以補充到一點點的一些 維生素E 太好了 多吃一點 對 那你可以抗氧化 但是泡麵中的大魔王是 調味料包 對 那調味料包 你就是減半去做 是沒關係的 其實它還有一個大魔王 就是你們剛才講的 酸砂暖糖 對 酸砂暖糖 是比較容易讓你以後 可能有失智的風險 對 因為它是 添加物的添加物 對 全部都是添加物 對 它不是一個圓形的食物 對 所以那個其實國外有研究指出 其實你多次百分之十的添加物 SBIN加工品的話 你未來會折到 那個 我沒想到泡麵竟然呢 不要把調味包加太多 泡麵還沒事 就沒事情 還可以有機會幫助你的這個 不要失智 對 泡麵 泡麵沒有焦黃 就沒感覺了也 對啊 泡麵 泡麵 我看得出來 我很愛吃電腫 所以我最常吃的蔥麵包 你知道 而且我還不喜歡吃那種 比較貴的餐廳 那個麵包店的 要那種古早味 下面的那個蔥麵包 下面是尖椒的那種 嚼嚼嚼的那種 很好吃 很好吃 然後那個油壞 吸到特別多油 對 玉米片 我愛吃的不是那種 早餐的玉米片 是日本有那種零食 它是玉米片為基底 但是它外面包裹了那個巧克力 脆脆的 就是它是脆的 很好吃 但是是很爽脆的 那種零食 也是用波浪狀的對不對 沒有 它就是小小片 像玉米片一樣 那麼小片的 很好吃 那我比較愛吃的東西 像蛋黃酥 是我很喜歡吃的 因為我知道它熱量很高 所以就是有的時候 真的很想吃的時候 才會經過的時候 買個一兩顆 然後慢慢品嘗 想說在過節的時候 對... 味道自己一下 蔥油餅就是吃快 路間攤有在賣 或是自己要煎 我還喜歡吃披薩和水煎包 都是麵食類的 所以我是麵食組的 脆薄的脆皮的那種披薩 也很好吃 水煎包也是 底面要有 焦焦焦焦的那種 你知道嗎 所以我喜歡吃 除了麵食口感 還要有那種脆脆的口感 曾醫師已經先偷笑了 還好嗎 像這樣的... 好嗎 像這樣的飲食習慣 我想不只是這個 營養師看不過去 不胖都難對不對 連醫師應該也覺得不太好吧 對啊 其實你這個組合裡面其實 油分很多 對 像剛剛映竹的問題 是糖分很多 對 珍奶你雖然特別挑 無糖的對不對 還不錯吧 其實全糖的可以一杯 700CC到76公克糖 那就算無糖大概也30到50 因為珍珠是要用糖 糖還是會超過 我也覺得還好 對 覺得還好 因為珍珠要用糖熬 可是你這一組更可怕 因為其實糖如果再加油的話 我都會形容很像那個 醬燒豬排的效應 哇 好吃 醬燒豬排也很好吃 這效應很好耶 這效應是什麼 我們現在只是講問這個 對 就是它會更黏稠 所以其實 血一流動就會更慢 對 所以其實它的症狀 跟糖分的症狀不太一樣 糖分症狀會比較是 三四個小時內可能之後 你就會比較疲累 可是油的話 油可能會造成頭暈 我們這個真營養師講說 那個泡麵也是可以幫助不要試吃 那煮你這裡面有沒有什麼是可以 反而可以幫助你不要試吃的 什麼比較好的 蛋黃酥 蛋黃酥 它很油很肥耶 對 鐵酥它的油 油很油的狀況之下 其實蛋黃裡面有軟鈴質 對 它是我們腦中那個 神經吸胺的一個生成物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腦神經連結 所以那個蛋黃是有幫助 蛋黃有幫助 所以還是有一點OK的 量要控制 要節制 要節制 再來看看林安這邊 來 我這邊 基本上我是一個喜歡吃一樣 食物可以持續兩三年 每天都要吃的 好專情 對 非常 像因為我很喜歡吃起司蛋餅 起司類的東西 然後我之前像高中三年 我就是每一天早上 一定都是起司蛋餅 跟薯餅這個組合 為什麼我也喜歡 接下來就是辛拉麵還有 因為我很喜歡吃辣 所以我不管吃什麼東西 都一定要加辣 我喜歡到我會有自備生辣椒 然後剪一支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白醬的義大利麵 我超喜歡吃義大利麵這個東西 義大利麵 白醬很多 起司的食物 只要有是起司或什麼的 我都超愛 然後再來是愛吃的食物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常吃 就是螃蟹 然後再來是馬卡龍 馬卡龍很甜耶 超好吃的 你打吧 我覺得還是馬卡龍好吃 但是那種法式歐式很好吃 真的嗎 我喜歡甜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一定辣的嘛 麻辣鍋 然後接下來是牛排 牛排是因為就是想說要 可能減肥或控制一下體重 所以不敢在高熱量的時候 就會想說就純粹吃肉 吃辣肉看會不會比較健康一點 還算可以 但是他剛才有講到一點 他非常喜歡吃辣 對 對 你常吃辣的話 會讓你的膠管成績 處在一個很興奮的狀態之下 對 你的血壓就會升高 心跳加快 全身就會感覺很緊繃的樣子 這樣會造成你 這樣會造成你 腦部一直在運作 會造成你的 對 記憶力變低的話就可能 這樣嗎 那個鑰匙忘了帶鎖 這樣就會一直來 可是人家不是說吃辣膠 會出進新陳代謝 對啊 我也超喜歡吃辣 我也喜歡吃辣 我也喜歡吃辣 吃辣真的要注意喔 我剛剛玩遊戲應該一下就 馬上就第一個就放掉 那些東西真的都不要吃 我們有講粗米老鼠啊 年紀輕輕 就是個人問題 那米豬還年紀 就是沒有講粗米老鼠 一定還... 所以我才被罰了一杯 你還要提米老鼠 對啊 盡量啊 盡量的盡量 對 盡量的盡量 盡量這樣不行 吃辣其實對你的 記憶力是會有傷害的 不然吃辣可以 但是一樣也就是那個 要太辣 次數也要控制 或者不要太辣 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比較喜歡 這個都是要有糖類 然後我喜歡吃熟 然後就是正餐類的 像是一定要吃到飽為止 然後酸辣湯餃也要煮菜的喔 然後拉麵我也很喜歡吃 就是一定要有湯類的 然後小火鍋 臭臭鍋 那種的 或是自己煮的那種 然後烤玉米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最喜歡吃燒烤 跟烤玉米都是一樣的 燒烤的話 我要喜歡吃放在白飯上那種肉 一定要自己烤的 要吃到飽 然後生魚片的話 我喜歡吃握壽司 我不喜歡單身生魚片 也要握壽司 要有飯的 對 然後鹽酥雞 鹽酥雞就晚上 晚上宵夜吃 對 然後泡麵 就是晚上真的叫不到東西 台風天沒有人送的時候 泡麵 所以他寫的長生 我喜歡糖湯水的 熱的 暖暖的 但是它也不容易 那麥吃這些東西 居然身材還保持好 對啊 真的是 因為我在運動 然後還有呢 就是你要不定食 越不定食越瘦 不定食 因為我比較 因為我常常工作起來 有時候 有時候一早上起來工作就開始了 可能到 或者有時候是 然後反而有時候它就會變成就是 中間要吃得很快 或者是說就是那個量 有時候不一定 沒辦法定食定量 不定食 想吃的時候再吃這樣 對 想吃就是 但是有時候要嘛 會暴飲暴食 要嘛就變得很少 這樣會比較容易不好 這個不提供給大家參考 他們有運動 不代表本台立場 獨一食 他這樣的行為是正確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他空腹的時間拉長 有一點像是前一陣子 很流行的那種 斷食 對 我們知道說 斷食之間一長 其實你的胰島素 相對來說會下降 因為胰島素 會讓身體積存脂肪 所以有可能是這樣 這個飲食裡面 我覺得烤的東西 這種高溫的 可能會造成一些 致癌物的風險 對 還有就是 因為這些高溫所產生的物質 它有一些氧化 那會造成我們的大腦 比較容易有腦 所以這個可以小心一點 或許你再吃燒烤的東西的時候 加一點剛剛那個檸檬汁 檸檬 對 難怪很多燒烤店 都會給你那個檸檬汁 原汁 對 解膩 解膩用的 解膩用的 解膩也加一點心安 吃起來比較安靜 就是有時候是為了好吃 就沒有想要管那麼多 你知道嗎 好吃 然後身材好 我一吃好就好了 真的 身材好 這一次你care那麼多 我都覺得很煩 我會覺得說就是 只要吃得開心 但我們老人家還是想勸奉勸一下 不聽老人言 吃不會在眼前 人家還是看不過去 有時候還是多少要聽一點 對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 曾醫師 什麼樣的食物其實 比較容易導致濕濕 其實料理方式也有很大的關係 像你 會產生很多的自由基 那這個自由基呢 就可能去攻擊你的心血管 腦血管 就會造成你的 腦中 腦霧的狀態 產生 記憶力降 降低 產生濕質的狀態 那還有一些器具啊 譬如說那個 雪瓶鍋啊 或是之前很流行的 韓國的泡麵鍋 那就是 鋁製品 對 那如果使用不但的狀態之下 很容易就是把那個 有毒物質溶解出來 造成那個濕質的狀態 那不沾鍋 它的塗層它是 那這個東西呢 如果在高溫 260度的加熱情況之下 就會把這個毒素溶解出來 就會產生一些 可能一些癌症啊 或是一些失智症的 一些症狀產生 對 我們煮完食物之後 會裝到我們的碗盤嘛 如果碗盤是那種 很漂亮的瓷盤的話 顏色很鮮豔的瓷盤 對 顏色很鮮豔的話 那個東西都可能 那如果你像有一些媽媽們 刷洗碗盤都比較 乾淨用力的話 如果有小細痕的話 那有毒物質 就可能溶解出來了 你在過去的保養 其實也滿重要的 盡量不要去刷 它只要有痕跡 真的要丟掉 剛剛兩位營養師 其實也有給很多的建議 大家應該都有多少 對食物有些概念了 對 那我們現在 就來玩一個小遊戲 又有遊戲出現了 又有遊戲出現了 出題考大家就對了 可以 也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自己對這方面的嘗試 觀念 觀念是不是有正確有了解 好 我們來請曾醫師 好 要請問大家說 下練哪一種食物 可能會造成腦部發炎 那這邊講的腦部發炎 可能是你記憶力降低 或是情緒暴躁 哪一種食物 可能造成腦部發炎 A 麵條 B 米飯 這兩個很重要 這是澱粉 來 請舉牌 這是澱粉 這是澱粉 都是澱粉類的 猜看看 A 麵條 A 麵條 兩個麵條 兩個米飯 因為我覺得麵食是我 一個禮拜最常吃的料理 所以如果吃麵會變笨 那我怎麼能活下去 真的嗎 你不要反向思考 對自己的老師很有信心 對 所以我們要選吃飯的 對... 我跟你講 你知道飯桶 飯桶 飯桶 對 我跟你講 我飯吃多了就... 對啊 你的飯桶 飯桶就是... 飯桶的由來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上個禮拜助理 我的助理很愛吃飯 他每天要吃兩個便當 就是每次吃 他要吃特多 就吃飯 就自己在吃飯 那還有充分嗎 上個禮拜把我的手機直接 搞不見了 然後我親手拿給他 他跟我說你沒有拿給我 我說手機在哪裡 他說你沒有拿給我 我說我親手拿給你的 結果不見了 好險我其他的助理 趕快再幫我在那個上面 我的手機上面打說 你整張手機的話 打這支電話 後來就倒回來了 這樣子 總之你就是 你都有東西倒回來的運 對啊 你很想念 不要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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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常把東西 寄放在你那裡 不要這樣講 別這樣講 我還要搞錯你 別這樣講... 我是覺得是因為 你要不是說澱粉吃太多 快點也是澱粉啊 對 可是麵 麵相對米飯起來 好像麵粉的那個什麼 升糖指數可能比較高吧 傳統的印象不是說 吃麵死 然後心腸會上升很快 然後就 然後你就是喝 昏昏沉沉 你就是一份啊 洗衣 洗衣 看醫師姐 我們都被點算 對 是不是很厲害 對 但我的理由是因為 我本身很喜歡吃義大利麵 它就是麵的一種 那你看我就已經 脆弱成這個樣子了 我就想說 就是麵的麵 就是好的 真的嗎 可是如果是 如果是麵的話 它其實也算是加工的食物 它也不算原型食物 所以我在想說 就是自身的精力加上 所以麵比較有可能 那就請我們專家來公佈答案囉 這一題的 究竟是 答案是 好可憐 好可憐 因為你信了 你的理由換作 所以你以前更冰雪聰明 所以也許我以前更聰明 吃麵吃笨了 吃飯 對 那還好 平常我都吃飯 對啊 其實剛剛有講到就是麵 它也是一個加工類的食品 而且它含有膚質 還有一些碳水化合物 雖然它米飯也有 但是有研究指出 麵的碳水化合物 可能會造成我們身體 立腺體的癱瘓 身體的立腺體呢 它是一個發電產 如果它癱瘓的話 會造成你整個人 就無精打采 沒有力氣的樣子 但是不是說 碳水化合物 就對我們人體不好 其實我們腦部的 那個主要能量來源 還是碳水化合物 那你記得之前很流行 那個生酮飲食 對 生酮飲食就是 所以它都沒有澱粉 它雖然會瘦 但是你會發現瘦的人 他就整天呼吐沉沉的 精神不好 對 精神不好 而且你叫他 他可能那個記憶性 也會變差 反應會變慢 所以那怎麼辦 我們平常吃飯吃麵的比例 要怎麼樣拿捏比較好 好難喔 對啊 像我們一般男生的話 就去亮哥這樣子 餐的話就是一碗飯 就足夠了 一碗飯 對 不能加飯 那如果經常超過就慘了 超米 吃什麼超米是不是比較好 圓形一點都得 對 圓形食物 它是可以讓你 它是生產指數會比較低一點 它可以讓你的血糖 不會一下子飆得很高 對 而且又可以增加 你的膳食纖維的攝取量 所以就盡量不要吃那個 精神的澱粉 對 精神的喔 所以我不想多問了 因為我一餐只有 一碗飯 可是我這樣子 我也沒辦法活到現在 你知道我這樣吃 量 大概是幾碗飯 不一定的看心情 沒有 看是什麼菜 對 看什麼菜來決定 對 如果是蹄膀啊 或什麼 滷肉飯 對 還得了啊 但現在因為真的食物太多了 很容易有一些吃的陷阱 然後會導致於我們那個 記憶力衰退 那我們現在就要請 加醫科的醫師來 幫我們做一個測試 來看看過去我們 有沒有吃到非常多 導致於腦部衰落的食物 羅醫師你找一個 你覺得問題最大的人去測 因為看起來比較沒救 那我覺得我至高分級 妳先做看看妳 在我們大腦開始推化的時候 其實你的眼球 移動的速度會變差 對 其實你仔細看很多那一種 開始推化的人啊 你會發現 他有時候看東西 是要這樣子轉過去看 可是我們一般人看東西 就 這樣子看就好了 難怪有些年紀大的長輩 他們那個駕照過了幾歲以後 要重考的 每隔多久 就要重新測試 對 妳眼睛沒有辦法看很開的話 有車過來有車過去 對 手眼不協調 所以其實 你訓練眼球的動作 事實上是可以幫助大腦健康 轉 可是醫生我們有時候看到 有時候我們會說 旁邊有一個漂亮的女生 我們也會這樣子 這就是訓練吧 也是一種訓練 東張西望 算嗎 也是一種訓練 我們來測驗一下 真的 測驗 那我們測驗的原理 其實就是利用說 我們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呢 它到我們大腦以後 它還得經過動作的神經 到達我們動作的肌肉 然後再反應 正常來說是 0.1到0.2 反應的速度很快 那我們怎麼知道 你夠不夠快呢 對 就是讓你去看啊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尺 對 那麻煩你呢 什麼啊 真的是滿高的 那麻煩你把你的大拇指呢 要不要幫忙 放在0的位置 醫生你可以拿低一點 0 讓他蹭低一點沒關係 你要我躲低 躲低吧 沒關係 你就盡量 好 你的大拇指放在這個0的位置 好 你就平行不要這樣掐住 好 那你待會兒 掉下去的時候要抓緊喔 而且是不定時喔 對 我不是定時喔 我不會告訴你們 有 不要放 不要放 我們看看多少 幾公斤 幾公斤 怎麼辦呢 再擠啊 可以 沒有可以 其實已經15公分了 這樣不行嗎 15公分是讚美 你知道我認識嗎 不是 不是 我們今天不是錄這一種的 意思也聽得出來喔 不要開意思一下玩笑 不是 我是細學研究所 要對照一下 是喔 細學研究 這樣就有調皮的人 愛開黃漿要怎麼樣 怎麼治治他 正常是 4.9到10公分 你在 什麼意思 4.9到10公分 所以他的那個反應 沒有 我覺得是因為我蹲了 我有點暈了 他蹲你影響 那給他高一點... 給他高一點... 好... 再試試看一個 不定時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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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不敢 你根本不敢 你根本有10公分 是 對 所以人工跑道沒用啦 是沒有用的 不定時喔 你要靠在你的這邊 不定時喔 這滿好玩的耶 你到底... 不要一直把這個死都... 不要緊張... 他講是很死耶 不要緊張... 你手在抖 不定時... 不定時不要緊張 不定時喔 你手抖 沒有...他爛皮 我跟你講... 他爛皮 他爛皮 他把那個... 直接頂過去了你 我一放就變這樣 他爛皮 他爛皮 他爛皮子上了 翔哥呢 翔哥... 我來測試看 再玩一下 好 這樣子滿好 對... 這不賴緊張 這不賴緊張 對...好 不要動喔 而且今天真的... 翔哥也在... 我知道 我很專心的 好嚴重喔 你這樣啦 你這樣啦 恭喜卸展 你們聊一下 而且黃飛 我想回家躺一下 你這樣還沒去嗎 翔哥 這有點太難了吧 是因為太緊張的就是... 對啊 就劍華走了 試試試... 有沒有來賓想要試試看的 這很難... 我想要挑戰 太難了吧 其實很難... 這很難... 我會怕我會出球 沒事... 我會怕... 你一定可以... 手在您的位置 在您的位置 對... 對不對... 好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很快耶 很快耶 不錯... 蠻快的 十... 三 接近九了 對... 第一次玩不錯了啦 第一次玩不錯了 目前為止最高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一次... 難啦 這個我就很快 對嘛 一直叫我們不要緊張的東西 你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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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時... 你不要緊張喔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喔 不要緊張喔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喔 常常上電視 對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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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好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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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累了 我太累了 不要上訴一次 不要上訴一次 醫生是安慰我 對... 太難過 連接發出都喝不到 我真的去躺一下 反正我們來問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預防這樣子 健腦食物 一個東西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是 葡萄酒 好可怕 對 一天大概攝取... 攝取多少 大概一罐對不對 有多一定不好的 一瓶瓶 過量都是不好的 以葡萄酒的話 男生一杯是60CC 女生要30CC就好了 這麼少 一小J而已嘛 對 30CC 對啊 30CC等於是 小朋友喝藥的那個... 那個瓶蓋對不對 對啊 一小瓶蓋 對 藥杯就一蓋 沒感覺耶 一點點 就這麼一點 對 多了就不好了 對 其實呢 葡萄酒裡面 它的酒精可以抗發炎 還有白粒乳醇 也可以抗氧化 等等之類的 所以的話 日本他們就有研究啊 是... 不是每個人喝不到酒都有用的 年長者呢 他可能八成有用 兩成沒有用 對 還是有這樣子過下 來 第二個是 巧克力 這個我們很喜歡 好喜歡 那巧克力呢 因為它有 它也是很有抗氧化能力的 但是呢 巧克力不是叫你吃那個 叫你阿嬤來囉 那個公主 裡面有包那個 甜甜的 嫩子的那種 對 因為那個 脂肪高 油量高 然後你擋固醇也會變高 那醇度要多少 巧克力對 有一個醇度 六十七十還是八十 對 我會建議要吃到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 就像古城在吃的 是甜甜的 所以裡面有糖分的話 沒關係嗎 糖分就一點點 因為八十五%以上的 巧克力的話 它的糖分是比較少的 是OK的 好 第三樣的是 咖哩 真的 而且是小朋友最愛的 對 對 小朋友喜歡吃的咖哩飯啊 它就是裡面有 薑黃素 那薑黃素呢 就可以提升那個小朋友 腦中的記憶能力 而且也可以提升 腦中的DHA的濃度喔 好 第四樣是 蚵仔煎 蚵仔煎很可愛喔 蚵仔煎很可愛喔 直接吃蚵仔煎就好了 為什麼要加蚵仔煎呢 對 為什麼要加蚵仔煎呢 有不一樣喔 因為這個就很像一個 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 它就是要有 好的蛋白質啊 好的蔬菜啊 好的油 那蚵仔煎的話 它只有兩種 它具備 對 它就有兩種好的蛋白質 譬如說蚵仔跟雞蛋 雞蛋 對 然後又有青菜 對 又有青菜 而且海鮮類的食物的話 又有很多的維生素 礦物質 對 對我們腦中是 非常有幫助的 好 第五個是 炸豆腐 對 炸豆腐 為什麼沒有炸呢 油炸的話 它可以濃縮它的精華 對 它的 大豆液糖筒啊 軟磷子啊 跟維生素 都會比平常的豆腐 高出五倍之多 所以豆腐要吃熟的 會比生的更好 對 油炸反而會比這個 吃沒有炸過的來得好 對 沒錯 要吃什麼吃 推翻想法 營養師跟醫師 都又給我們一些建議 給我們一些幫助 我們節目也是 對嘉賓都非常好的 是 我們也會準備一個料理 好像對腦部也有幫助 對 曾營 曾營養師剛剛有講到豆腐 我今天就來做一道 夏天也非常適合吃的 這個涼拌 涼梨冷豆腐 對 這個豆腐呢 其實網路上之前 有流傳到一個 它吃的口感非常神奇 它就是當那個 酪梨 加上那個芥末醬油 吃起來會很像 鮪魚肚身體片 真的嗎 真的嗎 趕快來吃吃看 怎麼可能 名道非常簡單 它的食材就是我桌面上看到的 其實這個豆腐呢 其實我已經 有用水 然後加點鹽 然後讓它汆燙過了 所以把它撈起來之後呢 切成條狀 切成跟這個冰過的酪梨 是一樣的大小 剛剛說的芥末醬 跟這個薄鹽醬油嗎 那我想問一下 跟日式料理一樣啊 差不多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 你吃芥末醬油 像豆腐跟酪梨 它是不是有怎麼樣 可以幫助記憶的 豆腐剛才有講過 它有大豆軟靈子 軟靈子的話 就是會幫助我們肌力 腦中的肌力會提升 那其實酪梨啊 你不要以為它是水果類 在我們營養學分類 它是油脂類 對 對 它熱量很高 因為它的熱量很高 然後它的油脂又非常高 你要讓它站起來是不是 對 現在要讓它 就是有點像三明治甲 一片豆腐 一片酪梨 而且剛剛花花講的也是對的 如果你今天要讓豆腐 比較能定型 不會散掉的話 你必須用鹽水去煮過 然後你這樣它比較不會散開 對 不然就有嫩豆腐 是更容易碎裂的 對 嫩豆腐 它很容易就散掉 你切的這個片樹 這個盤子可能會 對啊 塞不下喔 那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吧 這兩個不能移到第二排來 不行 不方便 好像也可以喔 是不是 好聰明喔 把它第一排推前面一點 可以… 萬一每位來賓都想吃 可能就不夠 對 我想吃更想好吃 真的嗎 很勉強 因為它很清爽 把這個攪一攪 對 攪一攪 然後把它淋上去 非常簡單 我原來豆腐 除了皮蛋豆腐之外 還有其他做法 沒錯 都是非常適合 營業 夏日吃的 感覺也不錯耶 對啊 這真的好簡單 然後再打上這個 是什麼 海苔碎 海苔酥 對 海苔酥 海苔碎 其實還可以撒一些芝麻 對 它上面有芝麻 它看起來很像 日式料理的芹菜 對 芹菜 對啊 其實這樣就滿漂亮的 或是正社家裡在吃飯的 那種芹菜或芹菜 對 芹菜 感覺滿精緻 不錯… 好容易喔 買幾分鐘的好菜 這只剩下兩分鐘而已 對 好簡單 好吃 我想吃 來 藍兵來試吃看看囉 沒想到的食物 沒有 主要吃吃看 網路說很像Otoro的感覺 對 有嗎 會像嗎 沒關係 如果不像也說 畢竟是網路上 我懂你的意思 你說的酪梨像鮪魚肚 真的假的 真的 是酪梨的感覺像鮪魚肚 弄到我也好奇 有嗎 而且主要是醬油 醬油 有啦 主要是醬油 一次那個醬油 就覺得是在吃日本料理 那我也想吃吃吃看 而且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真的假的 吃到酪梨像鮪魚肚 有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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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拜拜 好吃... 簡單是不是 而且吃完口腔裡 會有心理變的感覺這樣